大家好,我们今天的内容是不动明体带篇盘检 还有死力如的名字由来 前面的盘点是大洋粉丝做的 我们这期是1972年TV版的最后一期 下周开始就是恶魔人漫画和OVA一起做 不动明体带篇1 第一集的前段,恶魔人看到大宗寺不爽 因为大宗寺是好学生 恶魔族当然会看到这种人类不顺眼 然后开始动用武力,最后被美术镇压 欺散 一大事一大事 牧村さん一大事 又明先生又会 那天都在演员中 Willows 又是那闲门的天 不动名皮带篇2 第二集死骊如将厄魔人打晕后 探索他的记忆 厄魔人刚入学时 像小货货那样提起同学 这些误伤美术 最后还被美术赏了一巴掌 然后因为没有被护身的不动名 是个不错的人 因为不动名的变化而流泪 安寿もクレイジもあるかい 不动名皮带篇3 第三集因为美术在设定里 是需要的教官 谁上都经常会看美术 而且日本人嘛 眼前可能会让不动名不爽 所以用皮鞭抽人 美术立刻魔神擦掌 前来镇压 好久没动巴掌 手都痒了 好久没动巴掌 手都痒了 好久没动巴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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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动名皮带编4 第六集因为足球的原因 恶魔人看到了冰村岩用手碰足球 最后被冰村岩挑衅两人开始战斗 最后被美术劝开 不动名皮带编5 第九集追踪老鼠来到废墟的恶魔人 击到了能够控制野兽的恶魔 人类形态用皮带干掉了一个老鹰 肉鸣皮带天安6 一陈击冰村岩设计荣魔人 因为冰村岩的挑衅刻意接近美术 荣魔人相当不爽啊 找冰村岩打架 最后还是被美术阵言 待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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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動 話せばわかる 你嘛 嗚呼 诶 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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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游动明皮带天气 第13集美术和欧美人被袭击 抓到了贝壳里 随后美术被抓住 游动明用皮带抽 但是没有什么效果 不动明皮带片8 那队能够飞散的恶魔 不动明用皮带进行战斗 不过作用也不大 好了那么这8处就是我找到的所有 给我们人人类形态用皮带的部分 下面我们说下死雷如 这个名字是怎么来的 在说之前我先解一下我以前的一个bug 在解说第二期剧情的时候 游兽喜雷弩我念成了喜雷姆 这个独眼应该是喜雷弩 那么喜雷弩和死雷如是什么关系呢 为什么独眼西雷弩是翻译的死雷如 这个既不是人意 难道死雷如是一个什么特殊的生物 长得和西雷弩一样 但是却独作死雷如吗 都不是啊 其他翻译首先要了解日本的片甲名 片甲名主要是为了对应外来语 比如美国的汉堡包 这个词以前日本是没有的 所以根据英语的读音 再找声音相近的片甲名 来拼接成hambaga 片甲名主要是用于以下几种 外国人的人名地名 公司名称 产品商品品牌 外国的建筑和地名 日本的漫画家 启明的时候很多喜欢用片甲名 启明是国外的一些怪物人物 用英语转化成片甲名 或者是一些地名转化成片甲名 更有一些随便念几个音 写个片甲名两件事 西雷弩这个名字相当于外来语 在谷歌上搜的话 唯一沾边的就是 再连是希腊神话中人首鸟身 不清楚永景豪是否是有借鉴还是凑巧 那么我们回到正题 西雷弩怎么转化到死里如的呢 实际上西的这个发音 正好对应日本汉字的死 累的这个发音 对应的是利 而弩的发音对应的是如 只是单纯的找到日本对应的汉字 再把汉字变成简体就好了 不过这么翻译的就感觉到怪怪的 这既不是音译也不是真正有什么特殊的含义 一般来讲 外来语是不应该用汉字的 因为当初日本演讲汉字的时候 虽然自己也用汉字造了一些词语 但大多数这些汉字和中文的汉字 意思没有什么不同 外来语如果对应汉字 那么本来的意思就乱套了 真多亿字 要是每个外来语都配上汉字 那么日本一个汉字就有八个意思 慢慢学吧 所以当初为什么这么翻译 就不是很明白了 顺便跟日本死也而死亡的意思 吏是美丽 如是诗的意思 有众日语的朋友也可以在下方评论 讨论下这个死的如 判意没有问题吗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